那次後你有沒有當自己男人夫婦人給我們的宗告 我想凡親對親,好像你第一輯《答讀者來信》 你凡親對一件事來了,一定有個單調的感覺 我做女生的,我只可以做女人可以做那一輩子 其實不只是說… 你看對著誰,老實說 當然,不只是做愛的那一部分 你平時的生活都要… 這是代表所有的情趣 我沒有辦法代表男人說話 做女人的,要繼續給我老公的生活情趣才行 你沒有情趣,就變成感情都淡了 男人就給予情趣,給予情趣 你說年紀老了,七、八十歲,大家都無能為力 當然要講生活情趣,那不是還要做甚麼 真是,沒兩位你認識,一定可以我認得 說到這裏,實在沒有辦法 你以前是誰?沒兩位你? 不關我的時間,不關你的時間 我們還沒有 我還沒有要求… 叫我回答嗎? 不是,因為我們一向有個筆節和詩詢商的 那很多好朋友支持我們的觀眾 那些朋友寫信來的 但我今晚就… 情緒的波動很重要 昨晚不暑 可不可以要求你跟我們讀一讀 這個是姓歐的觀眾來的 你又不用讀所有的 他寫了一首詩,我都覺得那首詩挺好的 因為那首詩是讚我們的,所以我很想… 當然了,我們不讀的了 很想Yunice你讀 如果我讀錯字,就請三位大哥更正的 我不是說廣東話的,不能更正的 我懂廣東話的大哥… 年什麼什麼,錢年年吧 這首詩就是一位姓歐的觀眾來 是讚賞三位今日不設防的主持人的 黃沾塞蘭、魏康 我讀了 那首詩叫祝賀不設防 口沒遮難不設防 主持名氣鎮香港 更心靜直談風月 惹得嘻嘻笑滿堂 訪問明星多趣事 公開秘密未收藏 有賴尖蘭與有好 嘩,好事呀 多謝歐先生